Hello 大家好 回到6月7日的新聞聯播 有我子晴和大師在這裏 很勤勵 我們連續兩天見到我 因為被人批評 因為被人批評是我剪 所以就戴口罩 關心你而已 不是批評 其實很多原因 所以和你做節目就沒有戴口罩 但是就算我心就算不是Omicron 都怕你有些感冒 所以就戴口罩 多謝關心 大師在我們開播之前 講到耀文之前 回應一下一些評論 就是那個10點10分 這是不可做的 那些人不停留言說是一個Happy Face 或者之類的 那些意思 因為那些鐘標一定是10點10分 Happy Face 或者之類的意思 但是照我所知不是 那是為什麼 其實那個位置大概最漂亮的 你這樣出來 如果是10點10分 所有的錶都是這樣 因為它撐托出來的就是那個Logo 就是那個是賣錶的策略 你弄下去就托著那個Logo 你明白嗎 所以一定是10點10分 就是托著那個Logo 是因為那個鐘標的Logo的問題 是因為是一個銷售的形式 所以永遠都是在那個位置 總而言之 原因不是Happy Face 又不是因為什麼 是因為Logo的問題 是因為營銷的問題 那為什麼不9點3 又或者9點3 9點3你托不到 這樣托 好過這樣 這樣你托不到 明白嗎 你看 你看 你幻想一下 這樣就只是平了 那你怎麼會看到Logo 你這樣的Logo會特別明顯 是因為是營銷的方式 大家就留意一下 我們之前說的 為什麼鐘標都是10點10分 就是我所知應該是 好的 好那我們講一講我們今天的要問 大家都知道昨晚也應該 大家收到的消息 就是說 優資糧品 全線結業的 多位網民在網上發布消息 也曾經有人打到店裡查詢 看到職員說 昨天最後一天營業 那些記者也是打過分店 也是沒有人聽 官網也突然登入不了 大家上網搜尋店鋪資訊的時候 然後呢 各區的分店都是寫著永久停業 那似乎這個消息都 令到大家 哎呀 立即那些童年回憶回來了 什麼你只是童年才買嗎 大人的時候沒有買的嗎 我真的少買了很多 不是開玩笑 就是自從多了那些759啊 什麼鬼 就是優品360啊 其實都 真的少了去優資糧品 嗯 優資糧品是的 因為我覺得它最大問題就是 就是 雖然我很少幫助 它最大問題就是 雖然它有一個日本名字 嗯 但問題是它都很香港裡面的東西 是啊 7759 7759 日本韓國一點 至少我們都是 就是你說崇洋也好 就是崇東洋也好 但是我都真的是崇東洋 所以就是變成了它的東西 因為東洋的零食是真的好吃一點的 嗯 至少那些商品說明 嗯 你有沒有聽到東洋的商品說明的事 沒有啊 它說包裝的商品說明 和裡面的東西 是一樣大 一樣顏色一樣樣的 嗯 中國那些全部 是全部不同樣的 嗯 日本是全部一樣樣的 是全部做到封面那個 和裡面那樣東西 是一樣樣一樣大的 哈哈 那就是不會說 就是 不會說 圖片子宮參考那些 不會 絕對沒有圖片子宮參考那些 所以人家 人家做完的 那當然是人家的 所以我就會覺得就是 嗯 有種人物在那時候 就是的確很多人的回憶來的 但是很無疑問 真的你說得對 給很多人 尤其是當時 嗯 那就超越了 是啊 真的太多不同的商店 尤其是 現在 疫情 然後很多人開那些 生活百貨店 就是很多賣口罩啊 賣日常用品那些 都多了很多 是的 但問題是 優資良品好像只賣食的嘛 是的 只是賣糧果小食 那有專屬部門呢 就說 支援在在囚者 和他的家屬的 Facebook專頁裡面呢 有一個叫做 零支援的 Facebook page裡面說 就說 現在優資良品 永久停業 有些家屬就憂慮 不能夠買到 符合 這個懲教署標準的 浴缸送入院所 沒有 糟糕 這個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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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懲教署規定了 譬如你 巧克力 F&M's 什麼就是什麼 什麼就是什麼 每一樣東西規定有牌子的 說真的嗎 我真的不知道 這個 是 你可以進食給那些 犯人的 問題就是 你規定了 你規定了哪一種 哪一種東西要進哪一種 哪一種東西要進 哪一種東西要進 哪一種東西要進入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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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全部有規定的 所以 不是這麼容易 賣到 但是我相信 如果不肉乾 就進別的東西 肉乾 肉粒 那些什麼東西之類 是 那他會改那個 就是 他不需要 他的供應員 他不知道為什麼在哪裡買到 但是 他現在是執了 因為他是零售商 問題就是 他有批發商 你可以找到批發商 其實他還可以在別的頻道買 但是就沒有這麼容易 買得齊 但是這個的確是 挺現實的問題 嗯 因為你可以一堆買完 就是 本身可以一次過 優子糧品買完 那些糧果 就是大家最喜歡吃 我以前很喜歡吃的 那種是 芥末豆 還有他有時候有那些鴨蟹 那些 芥末豆 也很出味 還有他最棒的地方 以前是有得試吃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就是他可能每一個 每一個框框 就是正方形的框框 然後可以包一顆給你吃 但是現在可能 都少了 還有他有獨立包裝 很多都是 那麼想不到 一次過都結業了 這麼多間 三十年的連鎖 零食店 好 那之後我們又說一下 大家都應該 你看到我和大師 都戴口罩 說話其實都挺辛苦 現在說 可能這一輩子都要戴上口罩 你看到 一些研究指出 說了防疫措施 昨天說 就是說減少了菌 其實專家也都說 港大微生物學系 港座教授袁國勇 就說 一些發現 現在口罩令可以令到個人衛生好些 社交距離收緊之後 都可以 都可以 可以繼續 都戴口罩 這樣 用抗生素又少了 何樂而不為呢 這樣 繼續建議大家戴 因為 你看到現在 有些新的變中病毒 B.A.1.1 B.A. 不同的變中病毒 不斷地出現 所以其實 他們都覺得 是要繼續戴口罩 直到今年的冬季都不可以 我相信就完了 這個我已經說了 但是我講了一些句話之後 有些人就說 你以為冬季戴口罩 自己又不戴的 那我出街都戴的 我相信 日本人也是冬季戴口罩 日本人也是常常戴口罩 所以我不認為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之前有人說 脫口罩 反而我覺得他們不知道 是什麼 可以脫口罩 就是有些人說 解脫口罩 我真的不知道 問題就是 就算你沒有Omicron 沒有這種病毒 日本人是有什麼時候 日本人是有感冒時也會戴口罩 有花粉也會戴口罩 所以戴口罩是比較文明的事情 其實你看回香港近期的確診數字 究竟是否需要持續戴口罩 之前由3月3日的76,991宗 回落到單日就去到543宗 現在其實是有少少明顯的人說 說反彈 不知道是不是叫大陸波 但總之現在疫情就是有反彈 昨天我們的觀眾都有留言說 大屍病是否有機會中了 我猜你會不會中了 是 我也怕我真的會中了 但問題就是 暫時應該沒有 但問題就是 我也不怕 你給你 但他講到現在 又有些不同的變種病毒 還有現在傳入去的校園 有147間的學校裏面 有207人確診 其實那些人就說 勸喻小朋友 盡量去減低一些 童年人要脫口罩的活動 你怎麼看 哦 那當然應該 還有那些人 因為現在很多人 例如運動 那時候脫口罩 運動 那時候脫口罩 那些就很大量呼吸 尤其是有街 例如跑步 晚上黑暗那些都會脫口罩 147間學校 新增了204宗 剛才有另一個平台 207宗 不過也不要緊 總之多了很多個案 現在其實都建議 學校就不要 搞多一些脫口罩的活動 除了吃東西 當然吃東西就沒辦法 好 接著我們又說一下 垃圾徵費 這件事說了很久 究竟最快最快 什麼時候實施呢 原來就說2023年 下半年就會實施 那時候垃圾徵費 五六年之內 或者是以上 或者是更多 或者是更長 十年都有這樣 即是你推薦的時候 都真的通過 對 即是以而不決 他也不行 嗯 他為期八個月的準備 其實在下年的二月完結 今次就說 環境局局長黃錦升 在會議上表示 即是 剛才說了2023年下半年 但會因應各項的實踐計劃 即是剛才說 究竟能否實踐到呢 還有問題是他們害怕呢 即是和屋苑那些人會吵架 又有磨擦 還會是不知道那些架 應該由誰去承辦商去處理 即是會不會有很多這些問題發生 那當然會 嗯 必然是會導致很多軟性在道 但問題就是 我想搞了這麼久 最大的問題都是政府 沒有啦 就是垃圾收費 垃圾分類 這些應該全部都要做 因為如果不是搞不定 嗯 我們昨天都說過 環保那些問題 其實他就說 會給大家半年去適應的 期間就會用勸喻警告去代替執法 其實無論多久都適應不到 所以那些人說過適應之後 所以搞那麼久 我都真的不太明白 其實香港政府那個辦事效率 真的不太明白 適應不到的 你適應給我看 我適應 你適應不到 你每天起床 我適應不到 那真是難搞些的 是的 那我們最後講完 7月1號 大家都知道 重要日子 香港回歸25週年 我們都說了幾次 就是說 關注國家主席習近平 會不會親自來港 主持特區政府換屆的儀式 現屆和新一屆的 政府班子核心成員 預料在七一回歸之前 需要隔離檢疫七天 那似乎 那似乎 是不是都真的 會準備下來 即是說到 那樣 好像 如箭再燃的感覺 這樣說好不好 嗯 習近平究竟會不會下來呢 習近平是知道的 不過你不知道 是我們不知道 所以他就說 我無論會不會下來 你都要做檢疫先的了 因為可能他不來的時候 他都會找領導人 那領導人你們都要檢疫先的了 對不對 難道你韓戰下來 你不用先檢疫先呢 嗯 所以全部呢 有關人等 有機會看到的 都要先隔離先 都要先隔離先 那這個一早就說了 我們已經不是一個 已經不是一個懸念來的了 那就是 據說 我想習近平應該有 八九成機會會下來的 因為要宣示主權 那呢 據說 那些人就說 他會主持機場三跑開幕 所以他會在深圳進來 在深圳坐車進來 然後在機場出回去 之前的開幕就出回去 嗯 大概會是這樣的狀況 好 那來的機率都很大 但是問題是他不會告訴你 他會告訴你 嗯 那你也知道 大家都嚴鎮以待這件事 尤其是有些反恐的情況都會出現 是 七一回歸 25周年的警隊總動員 就會調派一些特警便衣去做防恐 我相信如果是習近平下來的話 嗯 整個控制不是香港政府控制 嗯 整件事真正控制的話 會是給中央政府 不知道哪些部門 總而言之就是 由中央政府 他負責安保的 隊伍就是執行的 香港 喂 如果你香港這樣做 你香港亂來 蕭澤儀 真的 你說誰負責 如果出了事的話 他絕對不會被香港人負責 OK 嗯 應該你想也不用想 如果你被香港人負責 出了事的話 沒人負責 嗯 好啊 那我們今天的要問就到這裡 好 多謝大家 ruktur 柏 key 嗯 快 あっ 二 Bran zad 剛剛